大家好,我们这段影片是在讲这个执军课本第三章后面的习题 执军课本第三章后面的习题的第六题 这算是一个蒸发的一个题目 这个上课其实有提过,但是我觉得可能有必要的也是要跟各位示范一次 OK,可以跟各位示范一下好了 这个题目的意思是这样子的 OK,所以我现在地上有一滩6公斤的乙醇 6公斤的乙醇的液体,C2H5OH乙醇是C2H5OH 然后那6公斤 OK,然后现在我们需要利用一堆干空气 把这个乙醇给吸干 乙醇本身也会蒸发 那利用空气可以利用干空气 因为干空气里面的什么都没有 那这个类似也是类似一种直传的效应 OK,那东西这边是干空气很干,没有东西 然后他会把这个 他会很想把这个东西吸进来 然后变成一个饱和的空气了 然后这饱和的空气呢 是对这个乙醇是饱和状态 OK 然后呢,这个 然后题目是一开始给你的空气是这样子 空气的状态是20度C,100kPa 然后他说这个空气的这个每小时有150米立方的体积灌进来 灌进来 然后吸收这个C2H5OH之后呢 它变成饱和空气 然后一样维持在100kPa 然后20度C 然后他问说呢 那问说呢 诶,这个过程呢 这个用空气吸收乙醇这个过程呢 这个要多久呢 可以多久呢 这要多久 这要计算多久 那这个因为这个题目已经一开始给你说说 这个空气的这个流量是体积流率是每小时150米立方 所以其实这个他问这个题目问说 多久可以把这个C2H5OH吸光 其实 其实就是你把 把这个所需要吸收 这个需要多少 你把那个需要 怎么讲 你把那个 你把那个 这个吸收 要吸收这个C2H5OH这个干空气的总体积是多少 把它算出来 这总体积是多少 把它算出来 然后出于每小时的体积流率的话 你就最后就可以算出说呢 多久呢 就是可以把这个C2H5OH吸光 所以这个这一体 他最后的其实你一开始要求的东西并不是直接求时间多久 时间是多久 而是说你要去说我需要多少的空气量 所以这一体我的目标是要求多少的空气量 所以我们需要多少的空气量才可以把这个 这个6公斤的C2OH C2H5OH把它吸光 所以我们要求是保和 OK 那我们要求这个多少的空气有多少 所以我们 我们就要利用这边的资讯呢 我们利用这边的资讯呢 我们利用这边的资讯呢 我们利用这边的资讯就是最终的状态 这个保和的对C2H5OH保和的空气呢 用这个资讯呢 来求出这个有多少的 有多少的干空气吗 OK OK 你就想吧 这就是一个干空气跟这个C2H5OH C2H5OH真气的混合 然后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混合物 保和的混合物吗 OK 所以说我在这边计算出空气的量有多少的话 那就是等于说就可以知道 我一开始干空气的量有多少 因为这边是百分之百都是干空气 这边百分之百都是C2H5OH 所以我在这个最后这个保和的状态 把那干空气的量求出来 就可以等于就知道 一开始干空气的量有多少 OK 所以这一题 这一题 这一题 不知道这个逻辑 你有没有想懂 OK 好 那如果没有想懂的话 你可以 你可以稍微暂停一下 稍微想想一下 OK 这就很 这个就是这题很单 就是干空气 跟那个C2H5OH C2H5OH的真气混合 然后变饱和的气体 OK 好 那我们要怎么 怎么怎么 怎么求这个干空气的量 我们这个饱和状态 我们要怎么求 这个首先 他这个题目 我跟你说 这个在这个20度C的 这个乙醇的饱和真气压是 饱和真气压是5.93k帕 OK 那我这个 我这个在上课的时候提过 如果这个气体在饱和 抱歉 这个气体如果在饱和的 空气这个气体如果在饱和的状态 那他里面这个这个成本 这个比如说这边是C2H5OH 这个时候的C2H5OH的分压呢 刚好就是这个C2H5OH 20度C的饱和真气压 这在饱和的时候呢 这个条件是成立的 OK 这个上课 或是课程内容有特别著名过啊 当这个这个气体是成立的 气体在饱和状态的状态的时候 这个溶子这个C2H5OH的分压 刚好等于这个 该溶子在这个温度下的饱和真气压 然后它是5.93k帕 那知道它的分压有什么意义呢 知道它的分压的话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它的这个 mall分率 mall在利用那个道尔吨分压的定律 我知道它的分压 我就知道它的mall分率是多少 因为总压是100k帕 那你的C2H5OH的分压是5.93k帕 那你的C2H5OH的mall分率就是5.93k帕 那你的C2H5OH的mall分率就是5.93k帕 OK 懂吗 5.93k帕 OK 这边写这个根据道尔吨分压定律 这个总压跟C2H5OH 总压是100k帕 然后分压是5.93k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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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帕 K帕 所以呢 这个 呃 这个mall分率啊 嗯 我写nt好了 嗯 嗯 嗯 我要写Omega还是写X比较好呢 嗯 嗯 我想想一个符号 用什么符号代表呢 呃 呃 呃 嗯 这mall分率 呃 还真的想不到一时半刻 还想不到用什么 啊写X好了 OK mall分率 mall分率就等于5.93k帕 这5.93k帕 已经写了 OK OK 这个 道尔吨分压定律 就告诉你压力跟mall速成正比 OK 那我已经知道这个 等于用这个式子 我就知道这个C2H5OH的mall分率是5.93k帕 有多少 嗯 嗯 OK 因为呢 嗯 我这边写一下 呃 我这个mall分率 mall速 mall分率 题目有给另外的条件哦 这个我们 我这边这个气体里面总共是6公 其实是 这吸收了6 完全是6公斤的C2H5OH 那6公斤的C2H5OH等于多少mall呢 等于6除以分子量嘛 分子量是大概是分子量是46 那等于0.13公斤mall OK 0.13公斤mall OK 所以说这个 我这个气体里面呢 我这个气体里面总共有0.13公斤mall的C2H5OH OK 那我又知道这个这个总的mall速跟这个总mall速跟C2H5 mall速的这个比例mall分率的话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求出这个气体 总共的气体的mall 总共气体的mall mall速是 气体不是 抱歉 总共的空气的mall速是多少呢 OK 那我这边呢 我写不要写那么快好了 那就变成百分之 总分率 那等于0.13公斤mall 0.13公斤mall 然后除以 n total OK 那我这样呢 我就是 我可以知道这个空气的总共的mall速是 你这样算一下 因为我刚刚已经得到mall分率了 OK 那我又知道 这个C2H5OH的mall速是多少 那我就可以算出说这个气体总共的mall速是多少 所以就变成13除以5.93 大概2.19 2.19 OK 那2.19是total的 是总共的 总共气体的总mall速 总mall速啊 那干空气的mall速是多少 干空气的mall速是多少 干空气的mall速等于n总共的mall速减掉 减掉C2H5OH的mall速哦 那总共的mall速是2.19公斤mall 然后减0.13 所以等于2.06公斤mall 所以空气的mall速是2.06公斤mall OK OK 到这边到这边可以吗 我再复述一遍 这一体到目前为止的流程 OK 我知道这个乙醇呢 20度C的饱和蒸汽啊 OK 那我利用这饱和蒸汽啊 我就可以知道它这个乙醇在这个气体里面的mall 分率 然后因为这个 这个过程是吸收6公斤 完全吸收6公斤的C2H5OH 那所以说这个气体里面一定含有0.13公斤mall的乙醇 那我都知道它的mall分率 那我这样经过一些计算 我就一定知道它这个气体总共的mall速是2.19公斤mall OK 然后这个气体里面有乙醇还有这个干空气嘛 所以这个干空气的mall速就等于总mall速扣掉乙醇的mall速 所以等于2.06公斤mall 那我有这个资讯之后呢 我就可以 然后我要求求这个VDryAir等于多少 VDryAir等于多少 OK VDryAir等于多少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就要小心了 诶 我们都要小心了 我们就要小心了 小心了 这个我们利用PV等于NRT 这个我们VDryAir 这个会等于PDryAir 然后NDryAir 然后乘以RT 乘以R再乘以T 那这个PDryAir等于多少 那这个这边要小心哦 这个我们这个是100kPa 这是总压是100kPa 但是这个干空气的分压是100kPa 是多少 那这个Mall分压是多少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乘以Mall分率 Mall分率是多少 那空气的Mall分率 我们知道这个C2H以存的Mall分率是5.93% 那5.93% 那100kPa 扣掉多少 扣掉5.93是多少 94.07 所以我们这个空气的Mall分压是94.07 然后总压乘以Mall分率 就等于空气 干空气的分压 OK 那NDryAir是2.06 然后R是8.314 那这8.314是有单位的哦 那这8.314刚好配合这个单位 是用起来是刚刚好 OK 这单位要小心 然后T是 这温度是20度C 20度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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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290 13度K 这理想气体这个温标是度K 要小心哦 所以273要加上20哦 所以这个 我们最后这个气体的体积最后是多少 乘8.314 乘29 乘194.07 是53.345吧 好像是53.345 53.345 所以说呢 我们这边的空气的干空气量是53.345 那我每一小时有150米立方的空气进来 OK 那我多久才可以多久的多久多久时间就可以就可以供应这个53.345米立方的空气呢 这个各位会算吗 算在这边好了 嗯 算在这边好了 我用蓝色算好了 哎 我一个小时里面一个小时有150米立方的空气可以供应 那我现在我只需要53.345米立方的空气 那我需要多少小时呢 诶 这里是算一算多少小时呢 呃 我看一下这53.345 除以125 呃 大概0.3556小时啦 那乘以60分钟 那个21.3 分钟 算出来应该是21.3分钟 大概是21.3分钟 OK 这就是最后的答案啦 OK 好的 这个最后这里有在这个讲一下大概的思路是怎么样 OK 题目是要问说多少的空气呢 诶 不是 题目是要问多久呢 可以把这6公斤C2H5OH吸光光 OK 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办法直接去算多久 那我们是要要到要往后退一步说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多少的空气 我需要多少的干空气才可以把这一这一这一块C2H5OH吸光 OK 那你计算出多少量的多少体积的空气的话 你再处以这个体积流率的话你就知道多少时间了 所以这一题的目的是要求 其实你总共最后的目标 其实真正的目标是要求你需要多少的干空气 那这个多少干空气要怎么求呢 用你们这个这个题目最后的资讯 因为这个题目是用最少的干空气去吸这个6公斤的乙醇 所以这个吸完这个乙醇的干空气呢 是处于一个饱和状态 那是对C2H5OH是饱和状态 那你这个饱和状态的话 你再利用这C2H5OH的饱和蒸汽啊 你就知道这个空气里面的这个 那个C2H5OH的木偶分率是多少啊 干空气的木偶分率是多少啊 那这个分率是怎么知道呢 就是利用道尔吞分压定律啊 那你再利用这个干空气的木偶数呢 再利用理想气体方程式呢 去把这个干空气的体积求出来 OK那体积求出来之后呢 你再处理这个流率你就知道要多少时间啦 OK所以这一体这个是可能是要脑袋要转一转啦 脑袋是需要转一转 OK这可能很难是难在这里啦 OK这计算不是很难喔 这个蒸发与冷凌这个计算没有很难 但是就是脑袋要转过去啦 OK好这一体就先讲到这样吧 OK希望大家会做这个蒸发呢 那有稍微再了解一下这个整个思路是 思路是怎么样子 OK这个确实是很难有点难转过去啦 OK OK OK